第六章,第一节 五一路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在外国首脑和记者们的眼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 一位美国专栏评论员写道,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但落后三步,此话不无道理 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周恩来如果不同毛泽东一起走会产生十美样的后果 没有周恩来苦撑着越来越糟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必然会更加难于收拾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周恩来落后三步地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委曲求全,于危难中显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是不会怠慢的 文革之初,他就频繁地出入于首都大专院校,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红卫兵运动上 1966年8月,周恩来至少20次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 他还四次亲自去清华园,亲切的同学生们交谈,我是来山社会主义之风的 有一次,他冒雨参加红卫兵的一次集会,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那套灰色套装在雨水中打湿了 他躺过没过脚踝的水蛙,走上临时搭乘的讲台,坐在一张潮湿的凳子上,任凭雨水淋着 几千名同样浑身水淋淋的红卫兵齐声呼喊,给总理打伞 给总理打伞 周恩来走到台前,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秀章吗? 你们正在经风雨受锻炼,让我跟你们一道经受锻炼吧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史述千名红卫兵大为感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下午,周恩来和江青同胜一辆敞篷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缓缓驶过聚满了人潮的天安门广场 事后,周恩来说,我不得不大声呼喊,喊得嗓子都哑了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红卫兵应该正确区分好人与坏人 牛鬼蛇神应该揭发,但要看他们是否搞现行反革命活动 如果证明他们还比较老实,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条出路 他说,红卫兵组织应该善于汲取各种各样的力量 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红卫兵 因为一个人出生时,谁也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 只要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 他说,红卫兵应该防止武斗 开枪杀人不难,只要瞄准就行 用拳头伤人也不难,只要有蛮劲就行 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1966年9月的一次百万红卫兵大会上 周恩来宣称,文化大革命正给刚刚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与革命动力 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 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 工厂、农村不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秋收秋中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 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 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净和劳动品质 周恩来的这些声音和街头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大不一样 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些理智、循循善诱的声音 使他卷入到了一场阴谋的漩涡之中 一个曾经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后来在坦白材料中写道 有人叫我们整理最大的当权派的黑材料 领导上给我们提供文件 有时我们自己查找文件 文件就是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讲话、谈话记录等 我们在细审查每一个字,检查周恩来总理的每一个行动 1961年,周总理在关于文学的讲话中说 我们中间有一个坏现象存在 缺乏民主,许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这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 他还说,毛主席曾经修改过自己的文章 伟大人物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这不是吹毛求疵吗? 我们从他的许多讲话中东拼稀凑,断章取义 最后我们说服自己,周恩来应该打倒 实际上,1966年8月以后 一个反周活动的浪潮就在秘密酝酿之中 炮轰周恩来的活动 以著名的五一路兵团,危急先锋,五一路兵团 发源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权后来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帮红卫兵手中 其主要幕后指挥者,有文革中宏及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七本宇 到了1966年9月,秋风瑟瑟之中,跑红周恩来的大字报 大标语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跑红周恩来的大字报十分为人们关注 1966年9月25日晚,在同红卫兵的一次彻夜长谈中 周恩来提到了这些大字报 今天我非常坦率地同你们讲,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大的自由 你们可以贴各种各样的大字报 有人甚至写出了,跑红周恩来 当然,我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注意它 有人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消灭伊斯兰教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 拥有近4亿人口,怎么能完全消灭 答案是,不可能说着,周恩来轻松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自己曾犯过路线错误 但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1927年南昌起义时,我犯的错误是进城而不是下乡 六届四中全会我也犯了错误 但蒋介石还是下令逮捕我 你又怎么能说我不革命 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出身 谈到他父亲时周恩来说 从阶级成分看,他是个小官吏,紧接着周恩来又说 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没有工作,一个在解放军部队里 我是总理,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 作为战士,周恩来没有撤离他的阵地 用一位外国人的话说,千百万中国人相信 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作为个人 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决大家无法解决的问题 许多人寄希望于他,是因为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 他会答复他们苦恼的信件,或答复他们的请求 给他们在北国沿海中飘零的红卫兵孩子送去被褥 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忙过 事无巨细,一概都得他具体过问 已经有的少量政府工作人员,他尽力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从每天必须的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计划 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见外宾 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他经常彻夜工作,同红卫兵,工人 干部和外省来的群众代表们谈话 给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做耐心细致的调节工作 他下令保护寺庙文物,劝阻狂热之中的红卫兵不要破坏历史古迹 1966年10月3日,在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他再次强调 红卫兵不要进入解放军守卫的机关 红卫兵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军装 因为你们不是正规预备役部队 司法权属于法院 红卫兵组织不能使用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到了1967年,周恩来得不下一个个落马 陈毅、贺龙、廖承志等人一个个成了红卫兵炮烘火烧的对象 当时的情况是,今天,他号召工厂继续开工生产 红卫兵不要进入工厂,明天,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载称 现在所有工厂和全国城乡都要放手搞文化大革命 月六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15米的巨型标语 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 于此前后,一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进行了温和且又行之有效的斗争 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后 他有意无意提到了纠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 真正坏的右派分子只占全体右派分子的1、2、3 周恩来说,现在比这多多了 毛泽东一冷,然后坚决地说,不管多了多少,都要把他们镇压下去 当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炮红周恩来的标语 并且有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时 毛泽东脸色愈怒地说道 那好,就让他们连我一起批斗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如果没有了周恩来,许多事情会无法收拾 毛泽东的态度多少给了周恩来心理上的一些安慰 基于此,周恩来开列了一份长长的要家喻保护的人物名单 请毛泽东签了字 因此,他的一些部下得到了暂时的保护 甚至,连老兼俱华的康生也趋意讨好周恩来 在一次会议上,康生提出 有些红卫兵把批评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 这都是什么意思 这是反革命行为 一个红卫兵喊道 那么,你们怎么办? 康生问 把他们抓起来 对了,康生机长赞道 由于毛泽东保州态度鲜明 中央文革在炮红周恩来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 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便始终把周恩来当做毛泽东司令部的人来拥护 1967年4月的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 甚至还发出了特别通令 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 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 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尽管如此,炮红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林彪将轻衣火卫打倒一大批党、郑、军高级领导干部 于1967年春天策动了一场反击 二月逆流的运动 于秋里、谭正林、古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 叶剑英等人一个各被指控为 二月逆流、黑干将、公开点名批斗 而周恩来也被视作黑干将们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于是,一些人沉积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 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 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红周恩来 受到批判了的学生张建奇,公开发表声明 坚持炮红周恩来的立场 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 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 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 矛头直指周恩来 在此前后,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路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陆一路兵团贴出大字报 污蔑周恩来是 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以张建奇为首 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路兵团 6月2日,张建奇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 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路兵团》的名义 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 则问周恩来 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陆一路兵团 投投留令开与钢院五一路兵团 投投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聚会 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路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列 谭正林,叶剑英,聂荣针,徐向前等人被公开攻击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官丰,七本宇四处煽动 更是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端 于是,五一路兵团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 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 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大标语和传单 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 周恩来支流的要害是背叛 五一路通知 彻底倒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质问周恩来 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 周恩来还我战友 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食吗?等 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 都署名,五一路,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 其中的一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面对五一路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 北京的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怒 每当五一路兵团的大字报 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 不到一两天时间 就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还发表声明 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就是反革命 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禁 爱的周总理 我们就打倒谁 迫于压力,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得不让陈伯达出面表态 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五一路兵团,张建奇等人稍稍收敛了些 陆月四日,他们发表了一个 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 摆出一副眼齐息鼓的姿态 转入到更加隐蔽的地下活动 文革波及海外 1967年2月,红卫兵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两个星期了,仍不见有撤退的迹象 一切行政命令在红卫兵面前不能奏效 一切领导人的讲话都无法使红卫兵撤离 要这样的时候,赵丽,由周恩来出面解决问题 周恩来站在麦克风前,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说服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 他开口了 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魅力和谈话技巧 将红卫兵的思路从狭隘的异于引向全世界 引向风起云涌的国际风云 他强调斗争要注意策略 斗争要有艺术性 不要过分刺激苏联领导人 红卫兵们安静下来 沉思着 两天后 红卫兵的包围圈撤掉了 但是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 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礼的传单 在大使馆附近张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 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 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 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 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 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 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 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 当局不同意 他们就即会抗议 与警方发生冲突 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 在公共汽车里朗独毛主席语录 在街头巷行人印塞 红宝书和毛泽东像张 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 辱骂 引起群众愤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 更是华天下之大鸡 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 宣传解放思想 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 宣传无神论 游击战 被对方连推带散轰出帐门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 1967年5月初 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 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出面应付游行的群众 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 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 很快 这件事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气味极浓的暴力事件 深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居民数百人 会舞红宝书 高呼革命口号 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 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 举行示威活动 同时 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 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 他们在香港有关方面的帮助下 把学校 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 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 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 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 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 同时 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 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当时的情况是 周恩来吉利反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 但是 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香港暴力事件大感兴趣 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 广州红卫兵组织 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 去煽风点火 指导那里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 终于 北京方面也做出了反应 5月15日 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 霍布森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方抗议武装部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 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 这是英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 中国还声称 香港的英国当局正在 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 采取敌对姿态 这是徒劳的 毫无意义的 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 学生 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 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其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了这份召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 就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召会后不久 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 并且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 强制实行宵禁 香港政府大厦前的示威活动渐渐平息 这次示威事件的余波人在回荡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 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 宣布立即关闭住上海领事馆 并宪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 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 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 他们不停地踢他的尾部、腿部 把贴大字报用的酱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普蜀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抢破那里的英国领事 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 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 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 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 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 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 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拱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 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8月22日,大批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成员,正在静静地等待 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 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 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去 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 歌声一浪一浪涌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 使他们对卫捕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 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什么,通告 不一会儿,使馆外游远而尽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 欢呼声和口号声,红卫兵冲进来了 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似乎也对这些红卫兵没有办法 他们闪到一旁,让如潮水般的红卫兵通过 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具摆设和汽车 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皇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 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 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 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 我当场就被打得轻一筷子一筷,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石磨就拿石磨打 女人们也像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 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 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 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 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 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 头部受到的打击时我晕了过去 失去了一时,此时的我就像牲口一样躺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 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 他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 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 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 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向低头 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 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 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 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 他穿着半筒工作鞋在女王的向上跳上跳下 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这一场骚乱 直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交涉 下令让其撤走 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 关于红卫兵冲击英国代办处一事 当时的人民日报 做了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道 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 其文中写道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 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 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 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 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 并且出于义愤 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今晚 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同仇敌凯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 打倒英帝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反华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港英必败 中国人民必胜 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 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 我们对于帝国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就是要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 不获全胜 绝不罢休 发言的人强调指出 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七五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因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 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